长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三单数年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到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九到四十八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10月25日 耶稣基督自由是非常宝贵的 很多人会说不自由无宁死 因为没有自由的人就是没有尊严的 是奴隶 但今天也有不少人把自由等同为所欲为 或是对任何权威纪律的抗拒 这样的自由派其实是任性派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而是为所当为 做天主所容许 喜欢的事 因此真正的自由带来真正的幸福 因为天主喜欢我们做的事一定是让我们幸福的 但宝露今天说 顺从罪恶的情欲 肢体 使人成为罪恶的奴隶 犯罪后容易再犯罪 好像陷入黑道的人无法脱身 最后招致死亡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战胜了罪恶 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控制 获得了自由 做了正义的奴隶 吊诡的是 做罪恶的奴隶 我们只有痛苦 做正义的奴隶 我们只有幸福 上主的仆人如耶稣 因为天主的旨意就是他的食粮或上主的婢女 如圣母玛利亚都是人能有的最崇高的称号 最伟大的光荣 既然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 成行天主的旨意 而天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本分的工作 不要忘记传福音也是基督徒的本分 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责任 就是如今天福音所说的 准备好了天主照教我们的那一天 当我们最后合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应该能说圣宝露所说的 令我们欣慰的话 这场好仗 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 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 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 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 就是主 正义的审判者 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地后四期 为信仰基督的人 死亡不是归于泯灭 而是进入永生 领受荣冠的门槛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浮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